一下飛機 你就知道這是哪裡了 我們來到了拉斯維加斯 這裡就好比小型的賭場 在機場也可以玩上一把喔 拉斯維加斯這個地方呢 是國際上面的觀光景點 到這裡呢 要好好的休息一下 現在呢 我要到我的轉盤那邊去 待會會有酒店的人來接機 那我看有什麼樣的服務 就跟婆婆好奇去吧 跟著婆婆一起好奇 酒店他們來接機 找一下有沒有我的名字 沒有我的名字 找到了 對 好 好 好 謝謝 好 現在他帶著我喔 我們要去坐車了 我們要去那個酒店 這服務真好耶 那這下面就可以 全部都可以來這邊 小賭一番 如果硬氣好的話 可以把你這一趟的允賺都帶回來喔 拉斯維加斯呢 畢竟是國際化的一個大都市 所以一過來這邊 整個那種心情就放鬆了 真的就是來度假了 酒店的服務人員 他們都受過專業的訓練 在這裡 嗨 今天也不知道派什麼車子來接我 平常如果人多的話呢 他就會派那種比較大的車子 裡面還有香檳 那如果人少的話通常就是 因為就只有一個人的話就是小小的一部車 今天是派什麼車 喔 勞斯萊斯啊 這麼大一台車給我一個人坐啊 這也太誇張了吧 謝謝 謝謝 你歡迎 那一個人這樣子因為我臉太奢侈了吧 Rolls-Royce Phantom 這個Model的名字就是叫Vento 所以這個很適合一兩個人坐 可是也是很大的空間啦 這個腳要很長的人 我旅行的朋友背包 也跟著我坐的這部車子 欣賞的Highway的風景 我們要進入拉斯維加斯的市區囉 Vegas要多準備一些零錢 因為隨時呢 要給少費的需求 你看我們已經進入到Vegas的市區了 這裡呢很繁榮 尤其到夜晚的時候 更可以體會到 呃 觀光客他們對這裡的貢獻 我們從這個酒店的南側門進來 就可以到這家酒店了 待會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到他們的休息室 他們有一個Tower 可以坐在裡面 來到這個酒店呢 隨時都是這個味道 很舒服的感覺 讓人家覺得心曠神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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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進入他們的休息室 那裡面可以有一些飲料可以喝 可以喝酒啊 還有一些小點心馬可龍 今天他要排林肯讓我們外出 這是咱們今天要坐的林肯的車子 跟之前羅斯萊斯不一樣 今天我們要坐林肯的車子 他的門的是單側的 不是像羅斯萊斯在打開的 可是他們這種車子通常家常型的 通常都是有消息提供的 所以我進來吧 這個車子多胖啊 前面後面兩邊都是可以坐人的 那可以進來裡面喝一點東西 可是路途都太短了 我們就是到另外一家酒店去 看一場秀而已 你知道嗎 謝謝 現在咱們出門 派了一台車子等我們 這就是酒店的車子 永利又特別派了一部車子 讓我們上車 我們要去外場吃飯 然後我們同意都要出來吃飯 然後我們坐專車出來 他現在又派專車來把我們送回去 所以呢 坐全面跟著我回去吧 拜拜 然後呢 這部車子雖然沒有香檳 但是呢 他也是有準備他們的水 可以隨時可以享用 那坐他們的車子可以欣賞著 然後是維加斯的夜景喔 從機場到酒店 然後再到外面去吃飯 他們幫我們派車的一個小小的分享喔 希望你喜歡 下次見囉